孝顺 跪六个钟头 但是六个钟头 就像你们今天拜了 从头到尾我们要跪啊 拜啊 跪啊 拜啊 这样六个钟头 二十万给了 也觉得很欢喜 自己也终于了解 回去以后 居然我赵母娘在睡觉了 三天睡不着 睡觉了 管用 管用 我那时候很有信心 二十万花得很有意义 所以 当然了 后来 我至少这是信心吧 后来我就自己念了 不要花半毛钱 就像各位现在会念了 你就自己念吧 用唱的 用念的 以前我是完全不懂 但是我妈妈生病 我就跪下来念 再念一下她就好了 念一下她就打电话 赶快起来 她知道我在跪啊 因为她已经不痛了 我大哥得癌症 我跟她讲说 你一个月拜一次 做着也好 就可以超越病骨 一个月一次 得癌症也可以好 所以我想 这个是一个信心的问题 所以拜三昧水灿 非常重要 所以各位今天拜三昧水灿 又为众生在回向 所以我们现在要引导所有众生 念一下 南无西方极乐世界 大慈大悲 接引众生 往生净土 南无阿弥陀佛 那各位现在啊 就观想自己像阿弥陀佛一样 在为众生念阿弥陀佛 身上放光 放光 每一个毛细孔 这个光到最高的天 到最深的无间地狱 都充满了阿弥陀佛的佛光 而且阿弥陀佛的佛光 是十方诸佛 汇集过来的 十方诸佛都汇集在阿弥陀佛 所以这一尊各位要这样观想 以后每天各位念佛 就要观想这一尊 还是比这一尊更大 在你的头顶 这样子的向好庄严 而且心中 生起了阿弥陀佛的四十八大愿 这四十八大愿 就是在利益众生的 就是阿弥陀佛的菩提愿 然后心中就生出了四种心 也叫慈悲喜舍 四五亮心 那这四种心也可以变成四种莲花 青 黄 赤 白 就是四色莲花 然后就接引了无量无边的众生 所以你这一尊阿弥陀佛 顶供养到诸佛 抵到了无间地狱这么大 所以当我们在念佛的时候 所有众生愿往生的 都进入阿弥陀佛的心 那是有阿弥陀佛的心 又四无量心 伸出了莲花 接引到阿弥陀佛的净土来 慈 让众生快乐 悲 拔众生痛苦 洗满众生怨 舍 无分别的保护所有众生 将来念阿弥陀佛 那各位最好再观想一次 来 各位念 阿弥陀佛 身金色 然后 向好庄严 无等轮 然后呢 摆好 婉转 无须迷 然后看眼睛 干目澄清四大海 光中化佛 无数亿 化菩萨众亦无边 四十八愿度众生 九品玄令登彼岸 这个九品太慈悲 杀多少人 造多少恶业 卖缩到毒品这种 下品的人 一样可以往生净土 最上品的是 发菩提心 独送大乘 乃至出家人 都可以往生净土 这叫九品 所以各类的众生 乃至你造恶业的 都可以往生净土 太慈悲了 所以各位最好 把这个战佛记 背下来 然后呢 这样观想以后 然后就开始念佛 来 南无西方极乐世界 大慈大悲 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南无不是自己 是当愿所有轮回苦的众生 都一起归一 信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是一种信心跟愿力 阿弥陀佛一定来接引 这是佛力 你一点都不要坏 一点都不要坏 我们就帮人家助念 不要说 我的力量 这个都是佛力 我们有信心 众生有信心 阿弥陀佛力量 必定接引 然后往生净土 然后麻烦各位在念的时候 你要用悲心 想的众生苦 因为你就是阿弥陀佛了 那是阿弥陀佛在我们头顶 你想到那一只被杀的鱼 你想到那个正在地狱的 你想到那个在癌症受苦的 甚至受苦的人身边的冤亲在主 业力 阿弥陀佛能够把他消业 让他将来待业往生 冤亲在主得到超度 你也想到你的往生的父母 更要想到你现在活着的爸爸妈妈跟子女 因为他们生命再怎么努力 再怎么赚钱 再怎么读书 那只是一个暂时的 暂时的一个个人的生命的成就而已 解脱不了生死的问题 所以祝福他 哪一天懂得信愿往生极乐世界 那个比博士班 比世界首富还重要 你读了十个博士 世界首富 那只是一个感受 一个知名度 不能解脱生死 哪怕你做一百个皇帝 也不能解脱生死 所以千万不要把世间法看得太重 随缘就好 但是生命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事情 念得无常 念得众生苦 一心念佛 愿众生往生净土 所以各位在这一天 要自己要发这个愿 你要超度众生 最重要的是 你已经发这个愿 你已经发这个愿 然后来回向给众生 来回向你现在的爸爸 这个愿就会影响他 一心念佛 你就是阿弥陀佛一样 你的心跟阿弥陀佛 同行同愿 四十八大愿 你的心跟阿弥陀佛的悲心一样 愿所有轮回受苦众生 包括阿罗汉 包括辟知佛 包括魏证的空性的菩萨 都赶快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愿九法界众生 都求生净土 希望各位多这么样念佛 走路啊 打坐啊 在车上啊 就是不要烦恼 好不好啊 烦恼多余的 压力多余的 你老公来跟你离婚 交给阿弥陀佛吧 这样就好了 你都不要烦恼 因为你只要念佛 就在消炎 就在加持 阿弥陀佛会做最好的安排 好不好啊 一切都如此 我们就每天心无挂碍 每天很平静 平静就身体健康 好睡觉 什么都好消化 但是慈悲 为别人念佛 透过做事 透过家庭都没关系 那个是因缘 透过生病躺在医院 替所有人念佛 替医生念佛 然后我们消业障 所以众业也会情报 千万不要烦恼 千万不要担心 千万不要给自己压力 一波罗波罗蜜多故 心无挂碍 无挂碍 无忧恐怖 我们现在因为自己很烦恼 怎么办 怎么办 我这个人习惯 我的习惯就是不烦恼 给我烦恼我就不做事 为什么 我没有资格做 心动则生不动 心不动生才动 如果我要做任何事情 我一定是平静我才做 给我压力 我说明天再跟你说 我早就不知道了 等我念佛 明天自然有答案 明天云看长得什么样 就怎么回答 但是我不想把事情 放在这边烦恼 所以各位要养成这种 没有烦恼的习惯 不要有心机 千万不要设计什么 用尽心机 总未修 不要烦恼什么 所以哪一天你问我问题 我都会这样回答 老实念佛 这样就好了 你不要把问题丢给我 所以你就念佛 事情就解决了 因为世间法 不用太认真 如果你问我 怎么念佛 我回答你 怎么发菩提心 我回答你 你要问我世间的事情 念佛 不要再念它就没事了 不要再念那个痛苦就没事了 因为那个事情 本来就容易解决了 学佛就这么简单 再念一下 老实念佛 一心念佛 发菩提心念佛 用慈悲心念佛 下课 这样毕业了 明天不来没关系 好好去念佛吧 去帮助众生 好 我们现在以这样的心 来回向好不好 不过回向之前 来 感谢万佛林 严明法师 当家法师 所有法师 所有护法居士 提供这么庄严的地方 让我们今天念佛开悟了 吃个米粉就开悟了 不用吃太好 所以就这样OK了 所以我想各位很简单 知足简单 所以希望大家 现在还有没有躁愈症 忘了 什么叫躁愈症 谁说我躁愈症 所以躁愈症都说 师父我躁愈症 我说你没有躁愈症 自己不要把自己弄给坏掉了 你先生也没躁愈症 他的躁愈症 是你搞成他躁愈症 你念佛他就没躁愈症 所以人是互相影响的 但是阿弥陀佛 十方诸佛 不是光念阿弥陀佛 你要念药师佛可以 你要念不动佛可以 你要念弥陀佛可以 你要念观音菩萨 OK 你喜欢念阿弥陀佛那地 可以 但是方法通通一样 通通一样 所以我想每个人有每个人修行的方法 但是原理是一样的 所以如果能够掌握到如此 各位 这样快不快乐 这个叫自在念佛 对不对 念佛自在 不用烦恼了 不用再想那个想那个 我要觉得新加坡就是 没事拿烦恼来烦恼 把自己搞成有压力 不要搞这个压力 结不结婚你的事 赚不赚钱他的事 以我无关 不要活在别人眼睛里面 所以我尽力就好 这样就好了 所以事情一定最后会更好 这叫没烦恼 不要说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 阿弥陀佛了 怎么办 明天自然OK 后天自然OK 没有怎么办 所以不烦恼 这很简单的方法 好 请各位念 来 愿意持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是从恩 下记三图苦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尽此以报生 同生极乐国 有佛法就有办法 像有太阳 有空气一样 生命电视台的存在 对于这个世间 对痛苦的众生 是那么重要 所以希望大家 多收看生命电视台 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将佛陀的教法 深深地去思维 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大家好 我是三星总医院院长 蔡建松 武汉肺炎疫情蔓延前求 为降低国内群聚感染风险 今年所得税申报 已全面延长到6月30日 建议大家 善用网络报税工具 在家报税 安心防疫 如期全网国税局报税 请避开申报人潮 并配合以下相关措施 一 使用国税局官网的 线上取号功能 降低现场等待时间 避免人潮聚集 二 请全程佩戴口罩 配合量体温 并依现场服务人员指示 保持社交距离 若有发烧等呼吸道症状 请在家休息 并采用网络报税 报税不忘防疫 保护自己 也保护他人 生命电视台 就是生命的大道 通过生命电视台 会有更多的人 听闻佛法 了解生命的奥秘 走向生命的解脱 让众生 离哭 得了 接下来请收看 云水湖国 缅甸石碑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众鸟》 重鸟周周 引兵彩球 雀跃的妙音寺 这位海桃法师 红法团队 享以舞斋 兵主静欢的掌声后 海桃法师 红法团队 继续慈悲众生的不时之旅 吴巴库 尊者吉祥放生池 若那的园区内 下目风雨 翠湖绿水 生意盎然 林野苍茂 环虎而立的景致中 海桃法师 再度领众前来放生 再放生 y鬼灯